居然还有人养青蛙当宠物 还觉得很可爱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青蛙肉好吃吗 啊 居然有人在晒吃干锅牛蛙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沙蛙很残忍吗 每一个都是生命啊 他们出去旅行还会带明信片呢 什么 农村养王场又扩建了 养蛙致富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一蛙很可怜吗 天天被人类奴役 天天被吃 我的儿啊 想着你每天努力削铅笔的样子 我就想哭 坚决抵制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什么 菜市场挖肉又长价了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商家很黑心吗 养蛙厂这么多 挖甲居然还在长 挖肉都吃不起了 养蛙厂的挖几十天就能长大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这些挖这么快就能进入市场 都是吃激素的吗 我挖吃食物 都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才能用三叶草买到 这些黑心商家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国外养蛙牛逼吗 挖长得这么健康 什么 挖肉是国内出口的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国内吃不上健康的挖肉吗 都给老X出口国外了 我的挖三天都没回家了 肯定是被哪个人犯抓起来 出口国外了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这没什么意义吗 好看不好吃 难道就我一个人觉得 这很有创新意义吗 国内缺少这种讲心精神 什么 有人反对我的意见 哼 网络暴力真可怕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挖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哈喽各位小伙伴 微信微博关注我们 我们会不定期给大家付福利的 还有很多好玩的小游戏哦